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在以外 土地选择三面 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要去真正去掌控到 消费者真正的一个需求 才可以做产品跟人之前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沟通 所以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去选地 我们最主要是要浓入到当地的人文 然后以这块基地本身最佳的一个特色 它考虑到地形地貌 还有整个的一个左翼邻居环境的一个背景 然后去做最佳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 然后去复合这样子的一个属于当地可以接受的一个产品 当然这是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去考虑到的 然后在空间的一个设计上面 我们比较不会去受限于就是说价位的一个问题 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怎么把空间感跟使用技能性 还有整个人的一个 现在目前客户最重视的一些的一个建材也好 或者说在每个卖点上面产生 怎样的一个亮点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个家庭 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到晚会去做重大厨房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 在这我们有很多对 比如说被把一些的家电的一个收纳 被在做整取的一个什么规划 规划设计的一个呈现 然后在很多家庭主户 他考量到了他厨房 他没有通风 他也需要采放 他需要空间去复兴 这一切我们也都 也都帮他做一个完善的一个考量 现在人口 家庭组成的一个人口分子 越来越少 他不像以前农业社会 他可能一个家庭 结构的一个组成 他可能有三盖同堂 或者说二叔曼堂 现在整个家庭的结构 可能一个家是 可能就是四个人 所以在房间住 不一定要做到最多 我们宁愿把空间 做一阶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多种的一个变化性的一个使用 像我们大学商店 这边我们就规划 两车到三车的一个规划设计 有两个车库到三个车 车库的一个规划设计 然后在客厅也跟外面的一个露台的空间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结合 这个露台的一个深度大概有三米到四米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 它除了可以让整个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光线到客厅进来 除了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反冲以外 另外也给予整个家人 他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休憩的一个长手 然后也让人的一个呼吸 不只是局限在房间室内 他可以再做一个户外的一个连续 我也时常在第一线去跟客户去做互动 有时候现场的一个接待人员 然后只要忙不过来的话 我也乐意去做跟客户之间做一个接待 因为我有这种客户之间的一个接待 可以听到更多客户他想要的一个东西跟需求 但是把客厅设在二楼 他又有点违反了 就是说很多住家他想要坐在客厅在一楼 他的一个方便性 他客厅会坐在一楼 最主要是在于他的一个方便 但是客厅到二楼来 他的采放通风是在一楼是没办法去做取代的 所以我们在坪数不管是大于小上面 我们也会去客户电梯规划设计 他们的一个 有些电梯在于坪数过小 他在配置电梯的话 他会形成一个空间的一个排挤性 但是我们也巧妙运用空间的一个规划 把电梯做一个完善的一个设置 然后把一楼空间跟楼上空间 每一个楼层的一个使用性能 把它做一个空间有效的一个穿越 这样子 客厅不管是不会是在二楼 或是在顶楼 事实上都会充满不同的一个空间的使用趣味 而且不会去妨害到 整个的一个使用性能的变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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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